- 國際試調網站Reputation公布2022年汽車品牌聲譽排名 統計約5.5萬家汽車經銷商以及500萬條車主評級與評論 分為非豪華品牌與豪華品牌兩大集聚 其中日系品牌大獲全勝而話題度超高的Tesla卻定了 Reputation的聲譽評分總分為1000分 整合各大車廠、品牌的人氣、知名度與參與度 並藉由來自社交媒體、評論網站以及大量客戶問卷回饋等 評選出各大汽車品牌之間的聲譽排名榜 此次非豪華品牌第一名由SUBARU以698分拿下 Deforest、Outback等車熱銷、高可靠性等因素 再加上經銷商高滿意度的加持下 讓該品牌聲譽度大幅提升 另外日系品牌霸佔前五名 排名在第二的Mizubishi獲得689分 比起2020年同一項調查僅排名第17名 今年三年在品牌聲譽度方面大幅進步 僅隨其後的分別是Toyota 679分 Nissan 675分 與Honda 667分 非豪華品牌中電力的是FIA 607分 而在豪華品牌方面 同樣是來自日本的Lessus、巴德頭籌 分數高達749分 不僅旗下車款選擇豐富 經銷商的滿意度也相當高 隨後則是Infinity 728分 B&W 696分 Porsche 681分 Gacura 670分 依然是由日系品牌佔大多數 而在豪華品牌中 表現最糟的便是Tesla 僅有456分 遠低於其他品牌 近年來該品牌聲譽度受到多次打擊 包括自動駕駛多次爆出安全問題 官方與車主無法有效溝通 再加上供應鏈不足、低庫存等 讓該品牌聲譽度只能墊底 完全不會讓你討論 能力去做一次 成功的項目 開店 感谢观看